大家可能普遍认为,我们所见过的动物中都有一个独属于自己的标准尺寸,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地球是充满神秘的? 今天Top研究院就找出了超出你认知的12种巨型生物,相信看了本期节目,一定会颠覆您对世界的固有认知。 大家好,这里是Top研究院,喜欢这类视频的朋友,不要忘记点击订阅,以免错过精彩内容。 Top12,世界上最大的蠕虫。 如果我不说,您会猜得出这是什么东西吗?是不是看起来滑溜溜的像个虫子? 其实,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虫子之一,勺子蠕虫,普遍生活在日本,韩国和中国渤海湾的深海处,勺子蠕虫体型非常粗壮,长度能够达到30厘米,算是蠕虫界的巨无罢了。 它们的外表颜色接近肉色和棕色,静止不动的时候,讲好听点长得像香肠,讲得难听点就像是一根橡皮管,怎么看都不招人待见。 但你还别说,在韩国、日本等国家,有些人不但不嫌弃,反而还就好这口,把它们做成了各种菜肴。 有些人喜欢直接切片人生吃,蘸点芝麻油,撒点盐吃它的原味,还有人把它跟各种蔬菜放在一起,来一个大杂烩。 据说在日本,一些当地人会在农贸市场或商贩那里购买新鲜的,带回家做成下韭菜,在太平洋沿岸的一些国家,勺子蠕虫也没能逃过被吃的命运,只不过它们都被当作诱饵,投喂给笔木鱼或海雕了。 Top11,这真的是仓鼠吗?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想养一只仓鼠吧,小小的个头,脸上始终一副呆萌的表情,吃起东西来,嘴巴嘟嘟的别提多可爱了。 其实也正因为它小巧玲珑,才这么招人喜欢,如果换成现在这个尺寸,您还敢在家里养吗? 视频当中的这只仓鼠,其实并不是仓鼠,而是水屯,老家在南美洲一代,它们小的时候跟仓鼠长得很像,所以经常会被人当成小宠物买回去。 但养着养着就会发现苗头不对,眼看这个当初的小可爱,长成了一个大块头,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梅兰尼就深有体会,当时它带女儿一起去委内瑞拉旅游, 在那里看到一只刚出生没几天的仓鼠,长得非常可爱,女儿便吵着要买回家,谁知道他们回家才没几天,就发现不太对劲,只好四处联系愿意收养水屯的地方。 幸好德克萨斯州有一家稀有动物农场,表示愿意饲养这个小家伙,问题才得以解决。 Top10,世界上最高的马,你见过最高的马有多高呢? 2010年,大杰克凭借2米1的身高,获得世界最高马的头衔,被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一桂冠被他连续保持了11年,大杰克是一匹被阉割过的比利施工马,虽然这个品种本来就很高大,但长到2米1的个头还是史上多一回。 据他的主人吉尔伯特说,他们是在大杰克三岁时把他买下来,带回威斯康星州的农场的。 10岁的时候,大杰克光荣退休,过起了安逸的小日子,但是自从他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后,立刻鸣声打造,成了当地的明星,很多人都专程跑来, 想亲眼见见这匹俊俏的大马,再和他来一个亲密接触,面对一批又一批热情的粉丝,大杰克不仅没有切成,反而驾驭得非常不错, 为了满足大家的愿望,吉尔伯特把大杰克的生活点滴都拍成了视频,放在优惯频道上,点击量超过400万次。 Top9,全世界最大的兔子。 要说,兔子界的巨人,大刘士绝对是榜上有名,他仅凭1.2米的身长和45斤的体重,一只稳坐世界上最大兔子的宝座。 只不过,基因这东西是真的强大,大刘士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 他的地位居然会受到自己儿子杰夫的威胁,目前杰夫已经长到1.12米,跟他的老爸差距越来越小,谁能笑到最后,看来要等一段时间才能见分晓了。 不过要想养好这群兔子,真的是费力又费钱的大工程,他们的主人说,大刘士和杰夫属于巨型花明兔, 这个品种的兔子本来体型的就大,普通龙子根本装不下他们,大刘士他们,都是睡在专门喂大狗设计的狗舌里的, 而且这些兔子食量惊人,胃口也超好,大刘士每年都要吃掉,2000根胡萝卜,700个苹果,还有专门定制的饲料, 光是这些开销就需要5000英镑的左右,不过他们带给人们的乐趣也不少,这些兔子性格温顺,头脑聪明,人见人爱。 Top 8 最大的青蛙 哥利亚蛙是截至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种青蛙,可以长到32厘米,重6至7斤,这个身高体重,都快赶上一只小猫了。 据说,科学家在非洲第一次发现哥利亚蛙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想想也是,青蛙都是从小蝌蚪变的, 怎么会长成这么大呢? 其实要论外表,哥利亚蛙和一般的青蛙也没什么区别,甚至可以说,把普通青蛙等比例放大就是哥利亚蛙,玩小归玩小, 但哥利亚蛙为什么能长这么大? 至今还是个谜,科学家推断,哥利亚蛙很可能是两棲动物中罕见的超级父母, 他们为了保护孩子,所以就利用自己的体重,在河岸边的岩石周围筑巢,逐渐进化出了巨大的体型,通过标本比对,研究人员发现, 哥利亚蛙很可能比我们人类的历史还要久远,不幸的是,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 它们的栖息地屡屡遭到破坏,导致数量越来越少,如今已成为了宾威物种。 TOP7 狮虎兽 狮子和老虎一个是万兽之王,一个是森林之王,两个王者之间,繁育出的后代会是什么样呢? 今天就带大家见识一下,地球上非常特别的存在,狮虎兽,眼前这个大家伙,名字叫阿波罗,是一头雄性狮虎兽,生活在美国南卡罗兰纳州的。 莫特海滩野生动物园,不愧是王者的孩子,成年后的阿波罗,身高已经达到了3米3,体重更是飙到了418公斤, 据说它食量惊人,每天都能吃掉将近14公斤的肉。 不过要说起,它的身世还是蛮复杂的,阿波罗是由,狮子老爸和老虎妈妈一起生的,当时一共有4只幼崽, 其实它们都是人类特意的撮合才诞生出来的品种,因为狮子和老虎在自然界中几乎是不可能有交集的, 更不可能走到一起,所以当年的饲养员也是费了好大周折才把它们凑在一起, 孕育出了世界上第一批狮虎兽的,可能是知道自己来之不易吧,狮虎兽无论在外表,性格还是爱好上都是端水大狮, 既有老虎标志性的斑纹,又继承了狮子高大的身材,兴趣爱好随妈,跟老虎一样喜欢游泳, 性格方面又跟狮子老爸一样,喜欢热闹和社交。 TOP6 比特犬浩克 聊了这么多动物,怎么能少了我们人类? 最好的朋友狗狗呢,狗的品种繁多,大部分都比较憨厚可爱,也有一些属于狂躁可怕型的, 这其中就包括个性凶悍,咬合力惊人的比特犬。 这只名叫浩克的比特犬,17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有150多斤重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体重还在不断飙升,最后竟然突破160斤打关, 当它后腿站立时比一个成年人还要高,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大的比特犬了。 不过浩克带来的惊喜还远不止这些,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比特犬固有的臭脾气,在他身上一点都看不到, 相反他还非常的温柔超级耐心,跟主人家的孩子一起玩耍时, 简直就是一位憨态可居的大男男。 这反差蒙真的太意外了,浩克的主人格瑞男夫妇本身都是专业的训练员, 他们饲养了40只比特犬,浩克除了是体型最大的一只外, 也是陪伴他们最久的。 最近还有个好消息,那就是在他们的寻寻山幼下, 浩克当上了爸爸,洗得8名小幼崽, 相信有了老爸的优秀基因, 还有格瑞男夫妇的专业殉岛, 世界上又要多出几只小可爱了。 套普5,世界上最高的狗。 说完了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狗, 我们再来看世界上最高的狗, 这个称号被一只名叫宙斯的大丹犬收入囊中, 它身高1.12米, 在2011年10月正式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说起它和主人之间的缘分, 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 戴维斯回忆说, 当初他老公想要养一条小狗, 反倒是他一心要养一只大丹犬, 当初第一次看到宙斯时, 他还小小的, 但因为他有一个霸气的名字, 所以戴维斯也觉得非常满意, 没想到事实证明, 宙斯没有辜负这个名字, 才三个月大时就已经长得很大了, 再后来他如果只用后腿站立的话, 高度足有2米2, 虽然看起来高大, 但宙斯的性格却非常的平和淡定, 无论是跟人, 还是跟其他小动物相处, 都非常的融洽, 宙斯还会仗着2米多的身高, 自己到厨房水龙头那去喝水, 对主人来说简直太省心了, 可惜的是, 在获得吉尼斯纪录过后三年, 这只懂事的大狗就不兴趣是了, 虽然只陪伴了主人短短的5年, 但在他们的记忆中, 宙斯永远都在, Top4, 世界上最大的猫, 哎, 猫人士应该都知道, 免阴猫吧, 它们体型庞大毛发又密又长, 是猫界的顶流,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猫, 很多人看到免阴猫个头这么大, 都会怀疑, 难道它们的祖先是野猫吗, 还真的不是, 免阴猫可是正经的家猫品种, 原产地就在美国的免阴州, 有着悠久的历史, 这种猫非常聪明, 性子也很活泼, 一般情况下, 雌猫体重会在12至15斤的左右, 公猫则能达到20多斤, 把它抱起来都快赶上举哑铃了, 虽然重大猫身材匀称, 个头也会随年龄逐渐增长, 一般要长到三岁才会停止发育, 有的甚至能够长到五岁, 相信大家也发现了, 免阴猫的毛发非常的密实, 看起来光滑又有层次, 再加上毛茸茸的长尾巴, 走起路来, 阿罗多姿非常的优雅, 再来说一说脾气吧, 免阴猫可不像一般的猫那么高了, 它们虽然有点倔强, 但是很喜欢和人亲戚, 它们善解人意也很果敢, 跟它们相处久了, 会有一种老朋友的感觉, 此外, 它们也活泼俏皮, 能给人类带来很多的乐趣, 套三, 日本蜘蛛蟹, 看到这个家伙, 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似曾相识呢, 这个日本蜘蛛蟹可是要温和多了, 蜘蛛蟹生活在日本的东南海域, 它们只有在繁殖期间, 才会游到潜水区域, 而其他时候都喜欢待在深海区活动, 那里水温常年维持在十摄氏度, 对它们来说刚刚好, 一般情况下, 日本蜘蛛蟹有四十多斤的重, 身体长度在三米左右, 头部的那对大凹又尖又长, 展开时跨度将近四米, 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甲鞘动物, 除了生活习惯跟一般螃蟹不同, 蜘蛛蟹的外表也非常特别, 它们通体都是橙色的, 蟹爪上还有白色斑点, 尽管外形让人感觉很厉害, 但其实它们都非常的温和, 对人类也没有什么威胁, 而人类反倒是它们的终结者, 在很多国家里, 蜘蛛蟹都是上等的极品美味, 不仅蟹肉饱满, 鲜味这程度也是其他蟹不能比的, 为了能让这个物种继续延续下去, 政府部门也出台了相关的保护措施, TOP2 狼猪, 有昆虫恐惧症的人建议跳过这里, 相信很多人, 只要说到蜘蛛都要皱眉头了, 确实, 这种张牙舞爪的动物, 总会让人不寒而栗, 更何况还有一些品种的蜘蛛, 比如黑寡妇, 露斗蜘蛛之类的, 毒性超强, 可以杀人于无形之中, 让人望而生畏, 不过客观地来说, 蜘蛛也有一些用处, 它们会吃掉苍蝇等一些害虫, 所以也算是农业林木业的生态的卫士了, 接下来我们来进入正题, 聊一聊蜘蛛界的大反派狼猪, 这种蜘蛛原产于葡萄牙的马德拉岛, 身体长度有2.5公分, 是世界上最大的蜘蛛之一, 它们有着独特的外形, 腿上有白色的小圆点, 背上长着像狼嚎一样的毛, 而且还有八个眼睛, 仅凭眼神就能把对方下退, 只做一叫狼猪, 很大程度上是和它们的捕猎方式有关, 普通蜘蛛是通过织王捕虫子, 但狼猪可不是, 它们会主动出击, 看准了就扑过去, 又快又猛, 只不过它们比狼还多了个杀手锏, 那就是体内含有致命的毒液。 Top1最大的蛇美杜莎, 能想到给一条大蛇起名叫美杜莎的人, 要么精通古希腊神话, 要么就是有先见之名, 美杜莎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圈养蛇, 这可不是它主人自吹自擂, 而是由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 美杜莎体型巨大, 全长大约7.6米, 需要15个人才能把它举起来, 都说能力越大则人越大, 这句话放在美杜莎身上同样的适用,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 美杜莎就被送到位于 美国勘扎斯城的地狱边缘鬼屋, 每天上夜班进行各种表演, 因为工作辛苦, 压力很大, 美杜莎经常处于疲惫状态, 好在她的主人是一群热情有爱的人, 对她关爱有加, 不仅吃喝管购, 而且还经常带她去泳池游泳, 放松身体, 据说美杜莎的食量惊人, 平时就喜欢吃兔子猪等肉类, 如果不控制饮食的话, 体重会超过270斤, 201年美杜莎获得吉尼斯认证时,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乐坏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